这个女孩叫侄子 她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做个普通的上班族 但是显然侄子所在的公司正在上演着权力之争 有人说职场如战场 以前我是不幸的 哪有那么邪乎 还战场还战能出人命不成 直到我见到了这样的战场 真是重新刷新了我的三观 打人者来自于公司营业部的老大 学生时代支配无所高效的绝对强者 外号狂犬麻尾姐 不过他们并不是唯一制霸公司的不良团体 与之靠人是来自于开发部的恶魔阎影姐 她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暴走族出身的阎影姐在打架方面可是从来没有说过 两个帮派此事已经剑拔弩张 就在竹子还在犹豫午饭后喝什么饮料的时候 阎影姐已经火速干翻麻尾姐 将她的狂犬帮收入囊中 你以为这样阎影姐就能制霸公司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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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广场上 小弟们就在迎接制造部的老大从监狱回归 她就是第三大势力也是公司规模最大帮派的老大 大怪兽卷毛姐 一个单挑三百场无一败计的打架天才 侄子拨开百叶窗 恶魔帮和怪兽帮的夺权大战一触即发 看来今天她可以狠狠地做一回吃瓜群众了 阎影姐的小弟有点上头 看来她是不知道卷毛姐为什么叫大怪兽 不过显然还是阎影姐技高一筹 最终一统天下成为公司最强大的存在 这对于侄子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她终于可以简简单单做个小白领了 不过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这一天侄子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三个狂犬帮的人 正在当街调戏公司的男职员小帅 这时候一个陌生女人突然搅局 好家伙直接来了个英雄救美 让吃瓜的侄子看得一愣一愣的 而且这个叫小蓝的女人居然还是公司的新近员工 对于侄子来说这是免费的漫画剧情 但是对于三个被打的狂犬帮成员 那可不得报仇血恨 然后三个人又被小蓝打了一顿 这哪是在打我们 这分明就是在打老大您的脸 所以作为营业部老大的麻维姐果断出马 还大言不惭的准备送给小蓝三个月住院套餐 结果打脸了 等侄子和同事上天台喝下午茶的时候麻维姐已经被干掉了 很快新人干翻狂犬帮的消息在公司里传开了 但是小蓝简直强的离谱 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卷毛姐给打趴了 好家伙爷爷姐老大的位置还没污热呢 就被一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新人给秒杀了 和上回的权力一周有点不一样 一直作为吃瓜群众的侄子机缘巧合之下 和绝对强者的小蓝成为了朋友 两个人是怎么有交集的呢 这还要说到有那么一个休息日侄子在排队买奶茶 排在他后面的那个猥琐男居然用脚底板摄像机偷拍他的裙底 结果就被我们的扫黄一姐小蓝给发现了 至此之后两个人就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闺蜜 两个人一起吃甜品 还会偶尔遇到好心的隔壁公司的女士 来找小蓝切磋 甜品热量是高 出去热热身也挺不错 等小蓝打完回来 好心人还主动为他们的下午查买单 逛街的时候小弟来报自己公司的人被打了 小蓝也是挺身而出 侄子只能无聊的刷子抖音等闺蜜打完 他已经习惯了陪在打打杀杀的小蓝身边 不过侄子还是无法习惯单身生活 回头一看 这不是公司稀缺生物男同事小帅吗 好家伙直接小鹿乱撞春风拂面 不过现在可不是侄子单相思的时候 小蓝已经名声在外 侄子错就错在一个吃瓜的局外人 却偏偏卷入到了帮派斗争中 于是他便成为了强大的敌对帮派的人质 挑战书急速送到了小蓝的手里 之前都是小打小闹 这回小蓝要应对的是一家恐怖的上市公司 老大是魔王赤诚 三个干部打算陪小蓝一同前往虎穴 但是战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想解救人质 小蓝必须独自前来 而且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 嘿呀 膨胀了 另一边被绑的侄子已经清醒了过来 好家伙这乌烟瘴气的地方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 虽说有点破坏气氛 但是侄子有点着急回家 今晚是他追的那部剧的大结局 侄子可不想错过 不过啥时候放人还得看人家boss魔王赤诚的态度了 黑色雨伞鲜花鱼 他就是沙马特继承者 女装大佬代言人 再配上他脚上的那双丝袜 我已经能感受到魔王身上的王霸之气了 他认为不会有哪个傻子会单枪匹马的来找死 然后小蓝就很潇洒的推门进来了 侄子觉得这种出场就很二次元 小蓝完全就是漫画中的热血主角好吧 这也正合女装大佬的心意 他为小蓝准备了精彩的车轮战 这些人都是赤诚手下的精锐干部 小蓝需要打败三个沙马特女装大佬干部 才有资格去挑战魔王赤诚 前期战斗非常的顺利 小蓝再次展现了他惊人的爆发力 此时侄子心里已经在提前庆祝胜利了 结果下一秒 骁勇的小蓝就被第三个干部重拳KO 侄子慌了 这剧本不对啊 小蓝甚至都没能和赤诚交手 这实力差距也太悬殊了吧 这帮女装大佬因为小蓝提前退场 没有玩尽兴 还准备让侄子打电话 叫人过来继续大乱斗 这让他很为难 连小蓝都被打败了 公司的姐妹如果来了 岂不是成了他们的沙袋了 见被松绑的侄子迟迟不打电话 一众小弟开始语言和肢体威胁 然后 我们的侄子终于绽放出自己耀眼的主角光环 小蓝费已经立即打了 打倒了干部 在侄子这边简直是不堪一击 他为什么那么强 出身黑帮世家自在满旗打架DNA 就是这么离谱 所以沙马特大魔王在侄子面前自然是毫无还手之力 打完架之后 侄子给公司的干部打了电话 然后就回家看剧了 不过等眼影节赶到的时候 小蓝已经不见了 三个人看到了里面的惨状都大为震惊 觉得小蓝实在是太强了 谁都没想到这其实是侄子的杰作 第二天上班 侄子发现小蓝并没有来 连干部们都联系不上他 不过关于小蓝的热血传说 已经在公司里传开了 但其实作为当事人的他 在被重拳击倒后备受打击 从小小蓝就在打架方面 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他会保护那些被欺负的女同学 从小到大 小蓝都是同学和朋友们的保护伞 直到自己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女白领 从来没有输过的 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比失败更加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 小蓝苏醒之后 看到的是那个平凡女孩真实的一面 他尴尬的闭上眼睛 不想被侄子发现 小蓝躺在地上终于意识到 自己帅气的出场 不过是给真正的主角侄子做铺垫而已 这份落差比那重重的一拳 更加让人羞耻和无法释怀 几天过去了 小蓝依然没有出现在公司 但是之前惨败的魔王赤诚 带着人已经濒临沉下 小蓝的缺席 在战略身藏不露 只想过普通白领生活的侄子 并不会参战 面对强大的沙马特女装大佬帮的复仇 公司的干部根本不是对手 他们以为这些人要找的是小蓝 直到赤诚解释清楚之后 严影姐才意识到 对方要找的高手是默默无闻的侄子 这回女装大佬们可不是来挨揍的 他们找来了外援 一个都市传说般的人物 口称地表最强女白领的鬼丸 大战已经在公司外面的广场上打响 侄子只是和女同事悠闲地过着午休 奈何沙马特帮实在太强 三个女干部节节败退 一无还手之力 面对这样的危机 终于有个小弟找上了侄子 希望他可以救公司于水火 面对帮派小弟的恳求 直想安静地做个女白领的侄子 也只好再次出山了 看到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女同事 他悲从中来 对 我常常在工作 在公司工作室 早就在工作室 我早就在同僚人家裡吃飯 你怎麼說了 吃過了一天 我明天就要吃了 在那裡有男朋友 强大的侄子让女干部都惊呆了 几天前刚被团灭过 今天又被侄子编尸的沙马特邦 并不是今天的重途戏 今天又来挑战的是传说及女白领 恐怖的鬼玩大人 显然这个女人并非等闲之辈 好 家伙 这已经不是普通打架了 建议直接加入漫威宇宙吧 鬼玩看着花雷胡哨的 结果一点也不禁打 一个飞梯直接再见了 地表最强女白领被打败 所以侄子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地表最强 实力的悬殊让公司内部出现了全新的变化 武力之霸已经成为了过去世 大家已经将帮派之人抛之脑后 全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所有人也都希望小兰能够回归公司 直到两周后 那个女人终于回来了 这两周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她不想输给侄子 于是来到深山老林 小兰要见的是史上第一位女白领 她要向这位老人拜师学艺 成为超越侄子的地表最强女白领 在经过两周艰苦的修炼之后 她打败了强壮的棕雄 制服也被染成了血红色 终于小兰已经出师 可以下山了 她先是以迅雷不羁炎而盗铃之势 跑到沙马特邦把人家给秒了 跑着后两周武力之暴增就离谱 然后小兰就回到了公司 她可不是来和侄子续旧的 一技重传 小兰要重新拿回女主角的头衔 果然没有永远的友情 只有塑料姐妹花之间的尊风相对 没啥好说的了 这已经是女超人大战女超人了 从百草原打到三位叔 又打到了天台 观众还挺多 都在等着地表最强女白领的诞生 最后在夕阳下 侄子还是技高一朝打败了小兰 两个人也是重归于好 又可以相约甜品店了 如果你认为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侄子成为了最终赢家 那你就错了 此时男同事小帅突然搅局 安慰和鼓励受伤了小兰 我仿佛闻到了爱情的酸臭味 所以侄子赢了个寂寞 却好像输掉了整个世界 人生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 这个荒诞的地表最强女白领的故事讲完了 但是我还是有两个疑问 他们公司到底做什么生意啊 还有这个世界是没有警察的吗 我的弟叔 地狱花园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电影再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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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 是